由於香港是有三十七萬個外傭 如果大家都在這兩天進行的檢測 就難免避免會造成排長龍 出現混亂的情況 所以我們呼籲僱主和外傭 盡量協助我們的外傭 透過剛才陳教授說的 網上如約去進行有關檢測的工作 另一方面 長遠從那個防疫的角度 我們覺得要考慮如何加強外傭注射疫苗的要求 所以我們將會在就日後外傭工作申請簽證的時候 會加上新的要求 包括外傭在續約的時候 必須接受認可的新冠狀病毒疫苗注射 勞工處和入境處就有關的細節確定之後 我們將會詳細地交代 另外我們在明天和後日這兩天 勞工處是會連同多個部門 在外傭經常聚集的地方 是用多種語言進行流動的廣播 呼籲他們遵守有關群組聚集 和配戴口罩的規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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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